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光辉的历程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 努力同心 接力奋斗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取得了举世辱目的辉煌成就 今天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正以昂扬的姿态 屹立在世界东方 胡锦涛同志 担任国家主席 十年间 以丰富的政治智慧 高超的领导才能 勤勉的工作精神 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 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忠心爱戴和国际社会 普遍赞誉 我们向胡锦涛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